OK啊 那看一下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重定项 就是当你浏览器啊 其实你访问一个地址的时候 比如我们这个例子啊 我们这个例子呢 就是当你用户呢 你一点击这个啊 我们8001 8001这个index啊 到达这个8001index这边的时候 那么这个服务器呢 停掉了是吧 好 那么你在这里面 你敲这个地址之后 他给你展示这样一个页面啊 这个我是改啥了 我看一下啊 我刚刚好像改了一个东西啊 这个把它改掉了 然后呢 我看一下这个啊 多加东西呢 OK啊 那么这个 然后你敲回这啊 首先呢 给你展示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这个新增的这个链接呢 我们说 它的地址呢 你右键查看文件代码 我们写的是这个create对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啊 你点击的时候 这个浏览器呢 就会去访问这个地址啊 就访问这个地址 你在这里面 你点击浏览器呢 就会去访问这个地址 好 这个地址呢 我们刚刚已经配置了 它对应的一个处理函数 对吧 这个处理函数呢 在我们这里面 就是我们在这里的 create对吧 那么这个create里面呢 我们是创建了一个 不可应用的对象 然后呢 给它增加实力属性 并且复值 最终 DLC方法呢 将它保存进数据库 那我们昨天讲的话 那我们昨天讲的话 你可以呢 给浏览器返回一个 要显示的内容 对吧 你可以通过返回一个 ITB response对象 返回给浏览器一个 要显示的内容 但是呢 我们现在啊 不给浏览器 要返回显示的内容了 我要告诉浏览器 你再去访问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 是斜杠 index啊 是斜杠index 这个怎么让浏览器 再访问一个地址呢 就是通过返回一个 这个类的对象 然后在它的参数里面 写上你要给浏览器 要访问的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应到我们图上面 就这样啊 我处理完成之后 我直接在我们这里 在我们这里啊 在我们这里 直接通过这一句话 直接就是return 然后呢 htp response啊 response 然后呢写上一个redirect啊 redirect 然后我给它写 里面写上一个内容 写上一个叫做斜杠index 对吧 然后我们就直接写上 一个斜杠index啊 然后这一句话 它的意思呢 我就让浏览器呢 去访问这个东西 访问这个斜杠index的 浏览器呢 它一看到 你让它访问这个地址 浏览器呢 马上又访问了 这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 对应的这个处理函数 最终 它是不是把我们这个页面 展示了一下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就会 你一点击新增 你就看到 我们是不是还是展示的 这个index这个页面 对吧 这个过程 我们把它叫做 重定一下啊 就你请求一个地址之后 我现在呢 比如说加上一个标签啊 A标签 它呢叫做 删除 好 这个删除呢 它应该也有一个 对应的地址 对吧 ARF啊 那你就考虑一下 我一点击删除的时候 这个地址 我该怎么写 我该怎么写 我们创建一个删除的链接 对吧 你比如说 我就叫做斜杠delete 我叫斜杠delete 然后除了这个delete之外 我还要不要加其他的 我还要不要加其他的 我一点击删除 跟我们昨天一样啊 你点击 你去点击某一本图书的时候 他你是不是要知道 你点的图书是谁 对吧 那么你要删除一本图书的话 是不是我也要知道 你你要删除的图书是谁 对吧 这个里面呢 你需要 你需要呢去 加上一个能唯一标记 这个图书是谁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图书的ID 我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直接写上一个book的 ID ID啊 OK 那么我加上这个地址之后呢 我们再次去刷新一下 我们这个页面 你去刷新一下 好 这个删除链接都有了 我比如说我要一点击 删除他 他是不是访问的是 Delete1 对吧 回过头来 我一点击删除他 他是不是Delete2 对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 既然有了这个地址 我们能不能拿到 你要删的图书是谁 对吧 能吧 好 那么有了这个地址之后 下面要怎么做了 好 试图对吧 好 试图啊 我定一个对应的试图 比如说我就叫Delete 我们定一个Delete 直接Define 定一个Delete 好 这里面Request OK 那么 然后呢 我要知道你要删除的图书是谁 对吧 你要把参数呢 给我传过来 我再接一个BID 那么这个里面重要的就是删除点击的图书 删除点击的图书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有了这个BID之后 我这里面要怎么做 通过BID 通过对吧 通过BID 获取图书 对吧 获取图书对象 然后呢 获取完之后呢 是不是删除对吧 删除 好 删除完之后 我要做什么 好 然后你看到 看到我们这个例子 点击删除后 这个页面动没动 没动对吧 那跟我上面一不一样 是吧 重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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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重定像 那么 让浏览器 让浏览器 还是访问我们的首页 让我们的浏览器 访问 那么斜杠 index 斜杠index OK 那么你知道这个步骤之后 我们就可以写了 通过ID获取一本图书 这个怎么获取 book info 点object 然后点 get id等于我们的 b id 然后最后 这里面得到一个对象 对吧 好 有了它之后 我可以进行一个 删除 怎么删除 book 点 delete 对吧 book 点 delete 进去删除 最后 重定像 跟我们上面一不一样 对吧 直接还是这样的 返回一个 itp response redirect 然后你让浏览器 重新访问的地址 是谁 我就在这里面去写上 它 OK 那么下面 我们这个视图就做完了 对吧 我还需要做什么 url的配置 在我们的url里面 去加一个配置 好 加上一个url 然后 然后写上一个 上见过号 delete 对吧 OK delete 然后后面呢 括号 对吧 杠地 加 对吧 后面对应的是这个 到了 对应的是views点 delete 它那是删除 点击的 图出 点击的图出 那么这里面 我们加这个括号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就是让将购框架啊 它呢 去进行这个地址匹配的时候 它能把这一部分的数字呢 作为参数传递给我的 视图啊 OK 那么这部分我们写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呢 去刷新这个页面了 我在这里面 一点击这里面的 刷新 这个页面 对吧 我现在我要删除它 我一点击 删除 是不是删掉了 点击删除 对吧 是不是都删掉了 对吧 OK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 删除这一部分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个 新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一个页面的 重电像啊 那么这个重电像呢 是我们处理完成之后 不再给浏览器返回一个 它要显示的页面 而是让浏览器呢 重新访问 另外一个地址 这个过程呢 我们叫做 重电像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给大家讲 重电像的时候呢 你是直接返回一个 这个类的对象 对吧 这个让浏览器重新访问的地址 就写在这个里面 下面要给大家说 一个简写的函数啊 那么 这是 它的复杂的一个写法 那么它还有一个 简写的函数 这个简写的函数呢 在这个shortcast模块里面啊 在它里面呢 有一个函数叫做 redirect啊 叫做redirect 它呢 就是这个重电像的函数啊 导入啊 导入我们的重电像函数 重电像函数 你看这个单词 redirect 就重电像的意思啊 那么 它的写法怎么写呢 也是一样的写 直接就是 return redirect redirect啊 然后你要浏览器 访问的地址 是谁 还是在里面 直接写上一个地址啊 直接写上一个地址 它的效果 跟它的效果呢 是一样的啊 其实本质上 这个函数里面 还是写了这个东西啊 它是一个简写啊 那么之后 你重电像的话 你就可以呢 使用这个简写啊 那你知道啊 其实redirect的本质 是返回了一个 这个类的对象啊 反应一个 这类的对象 OK 我们把这个呢 把它加上 你再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例子啊 点击这里面刷新 点击这里面删除 是不是一样效果 对吧 新增啊 删除 OK啊 那么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最终这个例子啊 像前面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昨天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 一个新的点呢 就是在这里面 给大家讲的这个 重电像啊 就是你过来之后 我不给你返回一个内容 我让你的浏览器 再访问一个地址 你浏览器就访问了 哎 这个一来一回 过来的过程 就叫重电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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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重电像啊